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不到强烈冷气团这样的一个威力 但是对于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带来了阴时有云的天气状况 所以整天可能都会感受到很阴沉 温度也没有办法明显的回升 但中南部地区完全不受影响 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都是零 而且白天的温度回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 虽然不至于下雨 但全天阴沉 降雨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14到17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零 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16到23度 南部地区是15到24度 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 因为阴风面的关系 东北季风阴风阴风面的关系 所以偶尔可能有飘雨的机会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1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15到18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澎湖目前是17度 中南部地区反而现在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因为受到了非常的稳定 那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呢中部地区白天 目前的温度是16度 台南目前是15度 高雄目前是14度 宜兰目前也是16度 花莲19度 台东20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是跌多涨少的 不其实大概都不是大幅度的上涨或下跌 都城公益指数呢小涨了5点 收盘指数是32,661点 涨幅0.02% 纳斯达克则下跌了76点 收盘指数是11,379点 跌幅0.66%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18点 收盘指数是3951.61点 跌幅0.47%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2.56点 刷盘指数是2955.83点 跌幅0.09% 好那么美股呢 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即显现出来的面貌是 比前值要稍微好一点 就比1月份的数字好一点 但是呢比预估值要来的差 也就是它比预测中好像已经止跌的现状况呢 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善 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解析数据 不过呢 昨天中国大陆所公布的PMI数字 包括了官方版跟民间版的数据呢 都是明显的看到制造业快速的回升 这个引动的呢 是所有的原物料几乎都跟着上涨 所以油价的部分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6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7.69美元 涨幅0.83% 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8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4.31美元 涨幅1.03% 而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1.03%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0.71%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0.95% 在贵金属的部分 也是全数上涨的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8.70美元 每二桶的报价是1845.40美元 涨幅0.47% 白银的期货涨了0.11% 铜的期货涨了1.72% 把金的期货涨了1.18% 那这里面都提到的是 反映了是中国大陆昨天公布的 PMI数字的呈现出来的面貌 而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也在欧洲意外的它的通货膨胀比预期要来的高 主要是德国 那么这一点呢就使得欧元升值 因为现在预期呢 3月16号欧洲央行举行预计决会议的时候呢 应该是会升息两码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呢 已经明白的这个告诉大家了 那至于在3月21 22号美国联准会呢 则可能只会升息一码 所以我们看到呢 欧元兑美元呢 是升值0.8793% 英镑也小幅升值0.0083% 日元兑美元也小幅升值0.0073% 这就使得美元指数呢 下跌了0.45个百分点 来到104.40 另外呢在人民币的部分呢 昨天呢也因为经济数据支撑的情况之下 激励了在岸人民币跟离岸人民币狂升 从低点啊 从今年以来的低点呢 往上上升 那么人民币呢 最后在赞人民币的部分呢 升值到6.8854人民币 对一美元来到将近一周以来的高点 离岸人民币呢 也升值了将近1% 而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跌多涨少的 英国金融18百分比价指数 上涨了38点 涨幅0.4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33点 跌幅0.46% 德国法安科夫指数 下跌了60点 跌幅0.39%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在联准会的动态上面 又有两位联准会的银行总裁呢 那么是表达了银派的态度 一位呢是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提克 另外一位呢是明尼亚波斯联准银行总裁卡斯卡里 两位呢都提到利率呢必须要往上升 那么直到呢可以控制通膨 因为到目前为止控制通膨 仍旧是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 而这里面呢波斯提克提到说 利率要升到5%到5.25% 而且呢必须要保持不变 直到2024年的下半年为止 所以今年不会有任何的降息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所公布的这个PMI数值 那么一个呢是由这个标普全球 所做的全球的PMI呢 他们在调查美国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 所公布的ISM制造业指数 其实都是一样的调查方式 但是一般认为ISM制造业指数 它跟美国股市的关联度 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数字呢 呈现了同样的趋势 首先第一个是都比一月份的数字 稍微的回升 比如说这个S&P Global的数字呢 是从46.9上升到47.3 那ISM制造业指数也从47.4上升到47.7 但是都低于预估值 因为本来你看到一月份 不管是就业报告也好 或者是消费的数字也好 都认为其实景气应该要回升啊 所以呢原本呢 大家的预期是应该要回升更多一些 但是呢都低于预期 第三个呢是都低于50 景气融库线之下 那不管是这个S&P Global所做的调查 是47.3 或者是美国ISM制造业指数是47.4 都低于这个景气融库线50之下 代表着仍旧是处于一个萎缩的情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元区 欧元区同样的是标普全球公司 S&P Global公司呢 公布这个欧元区的制造业 PMI指数是48.5 它不但低于一月份的48.8 而且比预期要来的低 更重要的是它持续的维持在 这个景气融库线50之下 代表着呢制造业的景气 仍旧没有脱离萎缩的压力 不过这里面工厂产出的指数转为正向 这是时隔月来首件 凸显了供应链的情况 正在持续的改善当中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摩根斯林里 摩根斯林里的这个非常知名的策略 是威尔森 他也是近期来 大家被认为呢 是空头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提到 在2月27号他提出一份报告 认为这一波从11月 然后一直到1月的美股反弹 是陷阱 那这大涨17%呢 是一个多头陷阱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企业获率衰退还没有结束 同时呢 利率还会往上升得更高 在这两项因素之下 他认为美股其实还要下修 当然因为呢 美股标普白指数 其实已经来到了200日线之上 也就是美国来看的话的年线之上 所以在这个没有跌破之前 虽然有可能继续的走高 但是最终技术面呢 仍旧是要跟基本面 汇合而基本面看起来 还有很大的下修空间 好这个是 美股威尔森呢 他所做的评估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的房价 昨天呢 所公布的 二月份的平均房价 连续六个月下滑 创下了2009年来 连续下跌的记录 14年来最糟的记录 那二月份呢 月跌0.5% 最重要是他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年减了1.1% 这是2020年来首见 所以呢 在通膨大家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然后再加上利率的升高 所以呢 现在英国的房价呢 看起来呢 是唯一泥不振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印度公布呢 去年第四季的GDP 年增4.4% 虽然不如第三季的6.3% 但是呢 仍旧是在全球来看 相当强劲的上涨 强劲的成长 所以估计印度央行 升级的步调 应该不会改变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公布的 制造业片买指数 它有官方版 主要是以中大型企业 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它也有民间版 这个呢 是财新集团 然后他们所做的调查 那么财新集团 所做的调查 主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但不管是官方版 或者是民间版的数字呢 都呈现了同样的面包 解封之后呢 那么整个的景气 快速回升 官方版的部分呢 它的PMI指数 从1月份的50.1 然后一口气上升到52.6 大增了2.5 而在这个民间版的部分呢 也大增了2.4 从1月份的还低于50之下 一口气上升到51.6 所以那个大幅度的增加 反映出来的是产需 不管是生产面的供给面 或者是需求面 两端的次项的这一些数字呢 都明显的快速回升 而官方版的非制造业PMI指数呢 也回升了1.9 来到了56.3 因为这个数据啊 所以昨天带动的是全球的原物料 还有当然包括了陆港股的大涨 那么不过呢 我们看到美国商会昨天 所公布的调查 这一份调查呢 是去年10月11月所做的调查 调查在美国经营的 在中国大陆经营事业的美国企业 一共调查了319家 这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非常悲观的面貌 将近一半的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企业 无意扩大投资 而且呢过半数的美国企业表明 他们在中国大陆去年没有盈利 甚至有22% 预计会亏损 而且呢将中国大陆列为 前三大的首要投资的这个地区呢 现在只有45% 比去年的60%明显的减少 而且呢有66%的这个企业呢 他们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将会不断的紧张加剧 好这些都影响到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这是去年10跟11月所做的调查 跟12月的解封之后呢 有没有变化也值得观察 波罗港股呢 昨天在经济数据亮丽的带动之下呢 全数大涨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32点 刷盘指数33312点 涨幅1% 深圳城市大涨了130点 刷盘指数11914点 涨幅1.11% 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涨了848点 重新收复了2万点来到了2万0634点 涨幅4.29%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的这个跟这个电子有关的相关的产业消息 这是吉班集团 它是研究调查机构 吉班科技 他们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调查 他们第二度下修 今年全球伺服器市场的年增率 从去年11月的时候 估计年增2.8% 到今年1月的时候 下修为成长1.87% 到3月的时候呢 那么估计只能成长1.31% 这个对于电子业来讲是一个恶豪 因为在各种电子产品 那么都衰退的情况之下 这个伺服器是看好要成长的 可是呢成长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代表呢金库存的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报导 现在美国为了要封杀华为打算呢 把禁止出口到华为的晶片 从5G晶片 那么再扩增为连4G晶片也不能出货 另外呢拜登政府提出了 他的这一个半导体的补助的一些相关的细节 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规定 比如说要跟政府分享超额获利 采用美制钢材来建厂 限制库藏股 还有不能到大陆扩张 还要提供劳工可以负担的低价的托育 这一点其实让很多的厂商 可能要重新考虑所有的相关投资计划 另外呢国发会昨天公布月份的景气灯号 连续第三个蓝灯 而且呢就综合判断分数来讲 再降到11分 创了将近14年来的新低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台北股市呢 开低走高 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94.70点 收盘指数15598点 成交金额是2515亿元 这里面呢台积电半导体成为主要的拉台 攻势的族群 不过外资呢是卖超36亿 新台币呢也看到重扁了1.08角 来到了30.588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周展望 通知中一周展望 回来